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一长谈 我是马思尔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经济的话题 过去两三年 大家经常说加息通胀 加息加到经济放缓 但是股市的累创新高 还是高位徘徊 究竟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 其次 大家看看世界各国大国与大国之间的不停的博弈 例如俄乌战争等等 究竟这些发展会否令到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格局重新洗牌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讨论一下 而我们今天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 就是注册金融分析师邓永忠先生阿周 阿周 欢迎上来 大家好 阿周 我想又是讲一个经济101的问题 我们常常说传统智慧加息冷却经济 因为借贷成本高 钱的供应少了 股市应该就下跌 因为借贷成本高了 那些东西会下跌 但是今年很有趣 尤其是说一下美国 都说由差不多零息加到五点多 几十倍了 你美国加完之后 差不多上到四万点新高 现在就算下跌了一点 都说是高位附近 其实究竟这些美国 为何指数无动于衷 加完息的人都觉得没问题 我的回报还好吗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信心 最近所有经济数据都还好 通货膨胀由9%跌到3% 业绩数据都还好 企业做得非常之好 有个信心在 那些人就很愿意投资这些钱 到股票市场买股票 第二个因素就是 很多人 你看历史 人们看到加息会令到股票市场跌 这样是真的 但通常 你看以前 通常是加完息 甚至乎开始减息 市场才开始下跌 而不是一直加 然后市场就一直下跌 因为你想想 政府为何要加息 就是因为经济做得很好 或者过热才要加息 股票市场 其实那段期间是在上升 通常要等到它加完息 或者开始减息 它才会下跌 第三个因素就是 其实由2020年之后 科技整个行业 已经成为我们的必需品 整个科技的股票都升得很厉害 而去年 你看到AI 这是一个很热的题目 那些股票 就是Magnificent Seven 升得非常之厉害 Magnificent Seven 即是苹果 Amazon Facebook Google Navidia Microsoft Tesla 这七个股票 升得非常之厉害 即100-300% 而这七个股票 占有标普500 有30% 占有NASDAQ 40% 当这七个股票升得这么厉害 那时 自然把这两个指数拉得很高 那你刚才说到科技股 某程度就带起了股市 虽然加了这么多息 但这几样东西就托高了 即是因为疫情等等的需求大了 或者一个新兴的AI行业发生了 那我通常就在想问题了 我们经济不是只说科技股 科技行业 只是其中一份而已 那么我们这两年听了 美国加了这么多息 加了这么多次 但是失业率还是很低 当然现在高了一点 不过还是历史附近 历史低位附近 GDP继续上升 然后评论就说 我们所谓美国展现它的经济银性 另外就说联储局很成功 将它大处 带美国经济软着陆 我想未分析之前 不如说一下什么叫经济银性 和什么叫软着陆 就是如何硬着陆和软着陆 有什么分别 首先说一下银性 就是说 虽然过去这两年加息加得很厉害 加得很快 由0.25%加到现在5%多 美国两年的债券收益 和10年的债券收益 倒挂了差不多一年 通常倒挂了 会显示可能会有经济衰退 虽然这两件不好的事已经发生了 但是经济还好 你说GDP3.4% 失业率3.9% 消费信心还好 有两件不好的事发生 但是经济都很稳定 这就叫做银性 软着陆的意思是没有经济衰退 失业率是5% 通货膨胀 慢慢慢慢慢慢的跌下来 这就是一个软着陆 避免了一个 大震荡 是的 刚才你也说到可能会一步一步下跌 还有你又说美国的股市 因为那几个七个科技股 就将它带上去 那我们就看看 你觉得美国是否像这些评论所说 是非常有经济银性呢 还有第二件事 其实美国是否真的会远着路呢 因为你刚才也说过 在历史上很多时候是加到差不多 突然间不知道什么发生 或者开始跌的时候 股市才大调整 经济才大调整 是不是其实历史在重演我们的味道 还是其实这次美国经济真的这么厉害 我支持得住经济银性 我加完息 慢慢将它回落 慢慢的适量调整 其实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自己认为 从一个经济学来看 你没有可能加息加得那么快 而经济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你已经开始慢慢看到 经济出现一些问题 譬如你说 经济活动开始减慢 商业增长开始减慢 楼市也减慢 借贷也开始减慢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会令到 GDP将来会慢慢跌下来 你再看这个失业率 其实表面上只有3.9% 但你实际在很仔细去看的话 其实企业聘人的速度已经开始减慢 然后人民工作的几多时已经开始减慢 已经跌下来 当他们这两件事都会令到收入减少 将来会令到消费减少 亦都会令到GDP减少 所以这些问题已经开始慢慢发生 而我自己认为从一个经济学来说 因为减少是会发生的 但未必一定是一个像2008年或2020年的一个这么大的调整 可能你一个很小型的mini-recession 是绝对有可能的 但mini-recession也未必叫软着路 可能也叫轻微的硬着路 轻微的硬着路 GDP下跌 这就叫轻微的硬着路 如果跟着他这样说的话 其实两个GDP少许跌少许跌 都已经是一个轻微的硬着路 我们说到经济需要看历史 很多时候股市的调整 无论是大规模或是一个小规模的调整 很多时候都说经济某个行业开始出了问题 接着有些连锁反应 那么美国最近都开始有一个讨论 就是说美国的地区性银行 我们看上年年初 Silicon Valley Bank倒闭 接着连锁有些地区银行未收购 或者全有问题 今年可以以为停了一轮 接着今年又再来一个讨论 纽约Community Bank可能又出现财务危机 有人就说因为这些地区银行 其实它借很多钱给一些商业的地产 就说现在因为疫情后 有些人不用回公司了 商业楼宇的需求跌 借这些钱就麻烦了 美国经济今次爆煲 应该是这里爆 你同不同这个说法 还是如果美国今次衰退 哪个行业会引发这个衰退 其实我是同意这个说法 也是一个风险 因为现在疫情之后 很多人都已经工作从家 变成租金少了 变成少了钱去还贷款 如果这样的话 不是一间公司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 渐渐这些将来有可能会变成 那些银行的坏仗 如果有坏仗 那赤钱赤钱就会倒闭 有时候你会看到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 那间银行真的出现了问题 而会倒闭 而很多人民听到 可能这些银行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已经担心会害怕 不管三七日一 我先去拿自己的存款出来 保本 但是当你一个这样做 十个这样做 一千个人都是这样做 那银行就少了存款 少了存款的 他们就借少了钱 或者少了钱去撥去 还一笔债 所以他们这样做 其实给了很多压力 去这些中小型的银行 其实没有问题 也会有问题 就是变了突然有点不幸 然后规模就变大了 因为现在的资讯多 还有我们的传统群效应 尤其是美国的银行 比例上他们占的市场 就是他们的资本比例 其实不是那么大 不会像有很大的足够资本 去支撑他们的时候 就变了 随时这个可能是金融危机 因为上次我们美国的金融危机 就是因为银行 那次就投行出市 这次就变了很多小型银行 大家矮多生死仗 分分钟会出现一件大事 当然是一个风险 但是你会看到 其实现在有很多大银行 已经准备了一笔资金 可能去收购合拼 甚至乎你看上个星期 前总统币的总统 Steve Mnuchin 他也投了1亿亿 到纽约公共银行 去救这些银行 其实是有救兵的 只不过什么时候出来 会不会出来 他们怎样跟政府谈 这些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已经有一笔资金 已经准备了去救市 有一些有实力的公司 或者银行 其实背后可能随时等机会 去托着这些市 我们拭目以待 这次会不会预备 他们是否比上次更加有准备 去应付这些风险 我相信有 2008年试过一次 如果真的要发生 都会好好地准备 好了 我们说完美国 全球第二大经济地区 就说欧洲 整个欧洲 欧洲 我们都知道 过去两年俄乌战争 基本上 疫情之后俄乌战争 某程度对它的经济已经很大 供应链 不可以跟他们买石油 卖不到天然气 到处要扫高一些东西 通胀有景 接着加上他们之前印银子 又再加上更加的通胀 整个GDP和经济的数据 比美国 就算北美 是恶劣的 通胀又不是完全受控 就像滞胀 但又很有趣 你看德国的股市 英国的股市 即欧元区和英国的股市 也是历史新高 但是同一时间 他们所谓的PE ratio 就是市盈率 又偏低 又低于传统话15% 又偏低 究竟这个现状是什么 是否代表欧洲股市的韧性很强 究竟是什么现状 其实第一个因素 就是主要 因为中国的重开 大家都知道 欧洲其实是一个出口国家 当中国重开的时候 很多产品就由欧洲运回到中国 这个会增加他们的GDP 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 就是看过去这15-20年 你美国的股市 升得很多 欧洲的股市 其实升得不太多 当你作为一个 Portfolio Manager 你要调整你的Portfolio的时候 你的比率 美国股票 美国市场 占有太大的话 他们要开始调整 他们会在那边 抽一笔资金出来 投去其他地方 而欧洲是其中一个地方 很正如你说 刚才的Portfolio价格很低 相对于欧洲那边 就会比较便宜 所以有一笔资金 其实是由那边拨去那边 如果拨去那边 通常我们说Portfolio低 有两个意思 第一就是我们刚才你说 它的股价偏低 第二可能是 其实于是 不看好这些公司的盈利前景 但现在其实以你所看 其实应该是 现在的基金经理投资 就是觉得欧洲现在的股价偏低 其实应该是时候 它转过去欧洲 他们会觉得 选择来投资 你说大公司 例如LV 银行 他们的业绩又是做得不错 然后他们会看到 未来 2024年下半年 有可能开始减息去刺激经济 他们会从一个基本性的分析去看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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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所有东西都有机会 就算危机也有机制 有来才有机 我们看看欧洲整个宏观的经济体 俄乌战争不会这么快打完 现在看着 就这样以表面看 新闻看到 就说它应该不会这么快停息 还在打 拉脚拉脚 到说到尾巴那边的冲突 红海那边 欧洲基本上很多物流 是靠红海 苏伊士云河那边 现在中东那边 又影响了物流运输 其实这件事已经 在拖到后腿了 未来几年其实欧洲经济的前景 是不是应该更加兴激满途 还是有哪些行业 可以带他们重新回到增长部份 因为我们都看到 过去十几年 欧洲很多政府财政都不好 你叫政府泵水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位可以去 过疫情 俄乌战争加上中东 现在影响着中东运输 整个欧洲经济 这是一个很难的 很难的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其实整个市场 是有点不合理 因为很多投资者 其实都没有留 只是向好的方面去看 也没有考虑到有风险 有什么风险在 随时一个风险爆煲 就将整个市场拖下来 所以你刚才说的两个因素 是会令到 货币会回上去 因为你说货币那边 你的成本高了 里面的货品 服务那些全部都会提升 变成了你的货币不是下来 就会回上去 当你货币回上去的时候 人民就会害怕 那时候 你的货币没有效率 你花多些时间去运 也就是 所以其实 我当然不知何时 会解决到这两个问题 但是如果不 尽快解决的话 将来 其实我觉得货币是一个问题 而那时候 人们就会开始害怕 而股市或经济会开始下来 当然世界没有余果 我们纯粹假设这样发生 会变成什么的看法 其实如果这件事 不是短期内解决 可能最主要是俄乌战争 中东的以巴尔的战争 他们不是短期内解决 基本上欧洲的经济 是随时应该更拖后 对整体经济 公司的盈利前景 其实也不会看好 都可以这么说 我想这个大家要考虑一下 究竟这两个大因素发展 基本上 令到欧洲 经济基本上 不敢说极极破危 不过你说会不会很亮丽 可能大家真的要心思熟虑去想想 美国 欧洲说完了 我们说回亚洲 第一个说日本 日本平时也会听说迷失三十年 至九十年代初泡沫爆破 经济一直浮沉沉 没有什么增长 三十年已经 股市那时三万九 最低跌到万几年 整体的经济宏观数字 又不觉得有什么大变 人口就跌 GDP没什么增长 通胀 通胀这两年就高了一些 2% 之前就在零上下落 所以不停量化宽 政府政府不停举债去扔开支 但今年很有趣 日经平均指数破纪录 现在跌了一点 但终于破30年前的纪录 发生什么事 这个股市是很有趣的 市盈率是30% 是 这个30%是因为股价高了 还是人家这么看好日本经济 但是文官数据不行的 人口正在跌 经济随时萎缩 究竟这场是虚火 还是真的有一个实质 可以重新呢 其实日本市场的市场 反而从一个基本性的角度去看 是比较稳定的 真的有东西可以支撑着 第一你看过去一年一年半 日本日元是不断的贬值的 而现在一美元是等于149日元 而对上一次美元跌得这么厉害 就是刚刚你所说 在1989年那时候 就是那一段期间 Nikkei又是升到最高的位置 所以其实它的贬值 因为日本也是一个出口的国家 所以它的贬值 其实对他们的经济是很有帮助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大公司上市公司 有60%这些公司 其实他们的财务现金 是很充足 非常充足 当你充足这么多现金的时候 你可以有很多选择可以做 令到自己的股价升值 第一你可以加息 加自己的股息 第二你可以投资去发展去其他地方 你可以重组自己的公司 让你成本减低 或者你可以买自己的股票 这些东西是可以令到 他们的公司的股票升值 所以这两个因素 其实最主要是可以帮助到 为什么Nikkei可以继续这样上升 但是刚才你提到日本的股市 是有很实质的经济行业支撑 其实现在日本是哪一类的行业 是在支撑着它多呢 其实都是Products 就是它最传统以前的工业产品 虽然现在面对中国大陆 南韩新兴的地方竞争 但是它依然仍是… 最简单是Toyota Nintendo 因为现在它已经在 而且全球都有投资 根本不是在赚日本钱 而是在赚全球的钱 没错 所以现在撑起了它的股市 看看它是否真的可以 将这些盈利带往日本整个经济 还有第三个因素就是 因为美国那边升得这么厉害 现在要调不知 又是一个投资 又是找些地方 哪里可以有机会投资 而亦有一笔资金去了那里 反过来 其实美国是有一个 引优是很多资金外流 去其他地方 是的 因为引了那么多钱 其实有很多钱在美国那边 好 日本之后 怎样都会谈谈中国大陆 始终是全世界第二经济体 虽然它有很多限制 但始终是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很大 之前曾经听到一个香港的金融分析士 他说中国现在面临三大问题 他就说三个D 第一个叫Date 就是很多地方城市的债务 第二个D就是Defation 通俗 第三个就是Demographic 就是人口萎缩 这两年人一下是正臭小费 后生一代不肯生人口出现萎缩 有点像日本那样的问题 你同不同意他的说法 第一你同不同意这三个是中国面临最大的经济问题 第二你觉得中国政府要花多少时间 但是他有没有足够的板斧去处理这三个问题 首先我会同意那个分析师的说法 就是债务 我们这么多年 起码四五年债务是他们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已经去到Date to GDP Ratio 已经去到287% 已经超越美国 这个已经是一个问题 第二人口收缩的 很简单 你一九七几年 每一年他们的人口升值是三个百分析 到今时今日只有0.1% 少了人口的变成生产能力少了 消费能力也会减少 自然学到GDP那边也会开始收缩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至于何时可以解决 或者怎样可以解决 其实中国政府已经是有做事的 已经减息印银子 有措施 不准你们的人去沽空市场 已经任你们生多少小朋友都可以 但是你看到好像都没有什么帮助 你看看其实中国已经慢慢慢慢的 变成为一个消费的经济 很简单 你看回美国 美国就是一个消费经济 但是美国这么多年来 有没有解决到他们的债务问题 似乎越多越滚越大 我意思就是 如果他们跟着那条路走的话 债务只会像美国那样不断上升 但是债务大 当中一个点就会有引优 会不会有债务危机 但是他自己就要看他怎样去将他受控 去解决这个信心 这个就要看他们政府怎样去控制住 有什么措施 这个也是很难看到的 我想这个就是人的心理问题 中国政府有没有一个板斧 可以令到市场对他有足够的信心 去解决问题 我相信可能正如刚才说 一些银行擠提的心理因素 始终心理因素是一个不能量化 但是究竟他能否令到市场对他有信心 我回来这个才可能最关键令他解决到这些问题 中国大陆一定说到香港的股市 其实中国这几十年来看到他的经济开放策略 都是以香港作为其中一个主要出口 就是香港有什么大陆经济 有什么香港经济也很有影响 我们香港股市这几年 至少两三年 就是万五点万七点之间徘徊 前几天就好像升过了少许 接着又跌了少许的徘徊 其实他的PE ratio也是很低的 就是10 我们一般传统智慧说PE ratio叫做正常的 就是15左右 过高的就可能过热 低的就应该是抵买的 刚才说欧洲的就是抵买的 但是为什么好像也不是太大动力呢 就是是不是预视市场对香港股市里面的公司 认你前几天没有信心 还是可能有什么因素 还是有些阴霾令到他们觉得风险高 股市不会上升 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政治因素 就是很多人都见到中国控制着香港 控制得越来越紧 越来越厉害 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香港 而企业很多都离开了香港 自然你离开的 你无论人把钱走 有数据他看到的就是说 从2021年到现在 总共有6.3多亿 是离开了香港的 未来说6.3万亿 那为什么股市上不上去 就是因为资金流走 今天不是说政治 但始终政治影响了经济和股市的表现 说过政治 资金走了影响了香港 另外这两年看到一个两点就是印度 大家地缘博弈有留意的新闻都知道印度被拉拢 印度股市升得很厉害 市值甚至超越了香港 香港以前说是纽伦港 三大金融中心 香港是其中一个 现在印度股市市值超越香港 究竟是否一个政治因素之外 有没有其他原因 能帮到印度突然这样飙升呢 实际上回想到基本因素 股市和经济相关 印度股市现在这么亮丽 能否维持到呢 我觉得是可以维持到 因为你看到有点限制 印度的人口已经变成全世界最高了 现在流跌到到1.43亿平民 最多的人口逝去了 是的 已经超越了中国 也不止人多 更加年轻 生产能力越了强 cũ 进渡之后消费能力会更加强 然后也会帮助产者 而印度的政府都很懂得打交道 也跟美國、歐洲那邊跟那邊的政府談 說你投資一點錢過來我們這邊 去發展我們的軍隊、科技、搞好我們的貿易關係 這些事情都會刺激到GDP 而今年印度也是有了大選 所以他們認為GENATA也有機會去連任 變成有一個穩定性 現在可能天時地利人和幫助一把 可能未來幾年在環球股市和經濟體系上 在環球股市和經濟體系上 很簡單 多人就變成經濟會好 人多好辦事 環球說了幾個國家 怎麼都說自己本國 本國經濟下 通常是跟美國一起 美國跟他 大家都會一直上升 加完 近期看到數據 所謂的經濟增長 除了人均 其實是跌了幾年 跌了很多季度 你靠人口增長才叫做所謂的撐大 家庭負債更高於美國金融海嘯 本國的經濟和股市是否其實現在 急急可危呢 央行是否應該預視這件事要想定 隨時發生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 因為他們已經加完息 現在就是看下一步如何處理 未來將來 是否要開始減息呢 你也說到 現在其實 財政策的平衡 已經有上升 已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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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今年和明年 有很多要做 已有上升 加息加得這麼厲害 已有上升 已有上升 事業有上升 也有上升 其實問題已經在浮出 只不過是 第一 政府會不會現在進來插手幫 還是他會遲些才幫 但是一定要幫 就是一定要幫 基本上很大機會 是有些很大風險的問題發生 大家要儘快有一定的準備 隨時會與這些事情發生 只不過這個問題是 你何時減息 但是他始終遲遇 調整不可避免發生 大家就要看看 如何有足夠的準備 去應付這個調整 也要回到剛才我們剛剛說的 是一個大的調整 還是一個迷你的調整 但是這個調整 你覺得會大還是小呢 未必一定是大 但是如果拖得越長的話 問題就越來越大 現在看看政府和央行 究竟如何可以在 在結構上真的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好 我們儘管看看未來幾年會怎樣 但相信都可能不會像 過去十幾二十年 那麼多風平浪症 可能有些充足的準備 各位提提大家 各位做投資的決定 記得自己做好功課 問好專家意見才好決定 今天的時間來到這裡 下個禮拜會講下其他話題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